中華男子羽球隊 陳紅林與林佑朗 這一組男雙的搭檔 哇 這邊 雖然沒有說 這個分數被拉開啦 因為是印度隊是率先拿到第11分嘛 11比8 還落後3分 不過現在已經追到13比13的平手了 14比13 欸 現在抽錢了 對手算冷給老輝啊 沒有啦 年紀稍微長一點 一個29歲 一個31歲 看年紀長得有靠經驗 年輕的 年輕的 體力好 殺球力道也會比較大 反應快 這個球 紅手的質量還是不夠快 不夠快 因為紅林他想要把這個球 做一個角度的改變 但是 速度不夠快的時候 前面的人還是可以攔得下來 但是如果速度再快一點的話 這個球 他就過了前面那個人的時候 這個球的角度就會變成非常的刁鑽 是 後面的人要跑過來接 難度也會很高很高的 對 三比 四比 十七比十四了 後來居上 現在領先了有三分 從原本落後三分 這個球 右朗把這個球晃掉 似乎有一點比較輕率一點 這個球 右朗把這個球晃掉 似乎有一點比較輕率一點 嗯哼 然後呢 其實在總人口數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世界大國 對 不過在 亞運呢 他們上一屆2006年的多花亞運會 他們是印度拿到十面的金牌 欸這比我們多一面啊 我們有九金耶 然後另外還有十八營 二十六 桶 總共五十四面的獎牌 是排名在第八名 上一屆總共四十五個國家 跟地區參賽 他們是排名在第八名 中華隊是 排名第十名 你看我們也沒落後他們多少 我們是九金十營 二十七桶 我們四十六面的獎牌 四十六面比他們少八面而已 我們人比他們少那麼多 不過現在呢 我們看到已經拿了 第二十分了 二十比十七 二十比十七 印度拿到金牌的上一屆是 網球啦 南雙跟魂雙 還有他們一個西洋棋 喔喔喔 對 西洋棋王在他們拿 耶 這個球回國掛王 拿下來 二十一比十七 陳宏林跟林佑朗 那為中華隊拿下了這個第一局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第二局的比賽